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ling前幾天說去飲品 原來去這間酒店 挺大、挺漂亮 她還搶到花球 你女朋友搶到花球這麼幸運? 看來你很快做老襯了 我? 跟Eling結婚? 謝謝… 你謝謝誰? 我謝謝你沒有生氣我 我幹嘛生氣你? 我原本答應陪你去喝朋友餐 但是三馬臨時改了福神時間 我放了你飛機,你也沒怪我 三馬的健康當然要比婚禮 無論如何是你損失而已 我會有什麼損失? 你損失了一個學習的機會 你也不知道我朋友的老公 多麼用心去籌備婚禮 結婚的流程來來去都是 新郎、新娘唱歌、播片、吃飯 有什麼好處? 流程都是那幾樣 但是有沒有花心機人家看到的 就像我的朋友一樣 他很喜歡屈甘香 所以他老公就佈置到 整個禮堂都是屈甘香花 還有是真花 他老公很丟本 他老公說結婚一生人得一次 當然要做到最好 他還會給我的朋友驚喜 求婚的時候 他騙我的朋友說去休息 你猜他一進房間看到什麼? 他看到一個 用九十九支屈甘香砌出來的大心心 他老公說愛他一萬年實在太不真實了 說人最多可以活到九十九歲 還說有多長命就愛我的朋友多久 多浪漫 浪漫嗎? 浪漫 如果有人這樣跟我求婚的話 我一定會立即答應的 看來是恨嫁 你是不是想給我暗示? 當然不是,我當我朋友開心 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 不過我也明白 就算你多恨嫁也好 求婚一定要由男方主動 想起來我和Elaine的關係 也是時候更進一步了 我以為你這個人發憤圖 我正在做工作 原來不是在看戒指購物 我畢竟已經下班了,老闆 我沒有違規,不是看貨嗎? 無緣無故看戒指,你想結婚嗎? 知我者兄弟也 你覺得這個漂亮嗎? 你和Elaine求婚嗎? 還沒,不過我已經快了 這麼快就想結婚 拍拖沒多久了,莫非 你弄大了人家的肚子 別胡說了 Elaine充滿了仙氣 這麼純情 怎麼會這麼隨便呢? 也是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快結婚呢? 其實我也沒想過這麼快結婚 我和Elaine拍拖很開心 不過Elaine前天暗示想結婚 我心想自己也不小 做男人是不是要主導一點? Elaine確實是奇特的 這麼快就想結婚 那你是不是真的想娶呢? 我當然想娶她 Elaine這些可以進廚房、出廳堂 溫柔、看電影、娶老婆 一定要選這些 也是的,沙麻怎麼看呢? 對,沙麻沒見過Elaine的 你整個複製人家族 只有你一個男丁 沙麻自然對你老婆很高要求 要不需要帶Elaine見一見家長呢? 如果沙麻在家裡的話 整件事就順利了很多 你對,不過Elaine這麼好 沙麻一定會喜歡的 沙麻,我回來了 這個女朋友Elaine 哥哥… 我之前也知道Andy 你和家人很像樣子 但想不到真的和你一樣 讓我正式跟你介紹 這個是沙麻 沙麻,你好,我是Elaine Elaine 沙麻,很高 還有八個妹,大妹、二妹 我是大妹,劉曉慶 我是二妹,劉若英 三、二四 我是老三,劉詠璇 我排第四,劉嘉玲 五妹、六妹 我是老五,劉詩詩 我排第六,劉易飛,叫我飛飛 最少這兩個我最疼的,阿七、阿八 我是七妹,劉佩月 我是八妹,劉玉翠 你們好,我買了一些禮物送給大家 希望你們喜歡 謝謝 三妹,這瓶人心酒是買給你補身的 好… 用不著這麼破費? 應該的 試敲也不早了,我要準備晚餐 我爹,廚房幫我忙 好,三妹 大妹,你…我照顧月亮 知道,三妹 好,來吧 玲玲 你好 你很漂亮 謝謝,我想去洗手間 我這裡出去轉租 經過廚房轉租到最後 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阿Dee,這個女胎的屁股又圓又大又多肉 每天都知道是好生養 是吧?你想娶人就快了,很妥 好,最重要是三妹,你喜歡 你知道我們留家只有你了 藍丁,你們結婚了,要跟我住 麻煩鐵,我本來打算跟Eling求婚 只要她一答應,我們立刻辦婚禮 壞蛋,你太妥了 原來Andy想跟我求婚? 小妹… Eling,你說什麼? 你這期怎麼這麼神筆守舍? 沒事 我收到風,這期你上司對你工作表現 不太滿意,說你不是點錯課就打破 你再這樣就收下一個文件 其實我最近真是煩死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 Andy想跟你求婚 那你想不想嫁她? 我和Andy一起了不算很久 她對我很好 但我覺得我們的關係 好像還沒這麼快到結婚了 尤其是我見過她的家人之後 她的家人全部都是一樣的 她們的基因這麼強大 我怕如果我們結婚生小孩的話 每個人都會跟Andy一樣的樣子 男生就說而已 如果女生的話… 真是幸好你沒有密集恐懼症 要不然你結婚之後 每天都要對著十幾二十個Andy 你不是說不恐怖嗎? 我還聽到Sama說 如果我們結婚之後 要搬過去跟他們一起住 要我每天都對著十幾個陌生的Andy 我真的一定會很不習慣 不過最大的問題 都是我覺得太快了 我真的還沒準備好 如果你不想跟她結婚的話 她跟你求婚的時候 你把她推了就行了 如果當時只有她兩個人的話 就容易壞壞一點 但是如果Andy 他會對著一群人求婚 而被拒絕的話 其實也挺懶惰的 如果他受不了的話 那時候我會分手 我不想分手 我只是不想這麼快跟她結婚 你給Andy一些訊號給他 讓他知道你是還沒準備好結婚的 那他就不會跟你求婚 但是訊號怎樣給我 你就可以… Andy,你看看 我的舊同事結婚了 她跟她老公去了沖繩拍婚紗照片 那裡真的很漂亮 你的舊同事?她多少歲? 四十多歲 四十多歲才結婚?這麼老? 不老了 智玲姐姐也是四十五歲才結婚 我覺得四十多歲結婚差不多了 四十多歲? 你怎麼拉我進來?你打算去旅行嗎? 我一向都喜歡去旅行 我看最近有很多朋友都揹著大背包 去環遊世界 我也想趁年輕人揹個背包去歐洲旅行 那倒是,去歐洲旅行當然是趁年輕人 老了就走不動的嘛 對,除了歐洲之外 我還有很多地方都想去的 好像皇后鎮、大峽谷、好望角 總之未來十幾年我已經計劃好了 每年至少要去兩個地方旅行 不明白的 總之我以後的假期留下來陪你去旅行 你真的不明白? 當然明白,我絕對支持你去旅行的 為什麼你今天這麼好兄弟? 阿姨,平時你喜歡涼著冷氣 在商場購物 我喜歡打千秋 雖然我出來演戲已經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像個小孩一樣 有得玩,趁年輕人盡情玩嘛 明白的 在我面前連想做多久的小孩都行 我今天給了這麼多暗示Andy 他應該明白我不想結婚吧 謝謝Andy竟然主動請我們喝酒 為了見證這個奇蹟 不如我們開支蠟絡可愛 你好,輝,謝謝… 先知聲明今晚所有啤酒是我的 其他兄弟自便 你以為真是連氣都這麼高汗 我要留點錢來,隨老婆擺酒用的 又無緣無故擺什麼酒呢? 隨什麼老婆呢? 人家現在要嫁給你嗎? 我只是想要用二嶺求婚 所以今天才叫兄弟來幫我想辦法 難道二嶺真的過了三馬那關? 不但三馬,我整個家族 八個妹妹都很喜歡她 你家族喜歡人家 別人說要嫁給你,傻瓜 走吧 他當然想嫁給我 不然不會再暗示一次 前天再再暗示一次 你暗示什麼? 他和我吃飯時說 他的朋友四十多歲才結婚 好,那不試妝了嗎? 什麼? 當然了,我四十多歲 他只是暗示 我是時候跟他結婚 你太狠毒了,你竟然下二嵺降頭 你真是卑鄙 我和他吃完飯,還逛街買背囊 他說想去歐洲旅行 就是說想跟我結婚歐洲動脈 還不是你? 他在歐洲很貴的 你的錢包一定領得信嗎? 二嵺還說 他有很多旅行計劃 都是想跟我一起去的 只要二嵺開心 我花多少錢,借錢也要是嗎? 還有,那天和他吃完飯 購買完之後 我們去打千秋 他開口和口都說 小孩子… 我知道他行三B 我不想去等 好,我相信你 那就說求婚大計來聽聽 看看行不行 我記得二嵺說了很多次 說很羨慕他朋友的男朋友 是專門訂一間酒店房 來跟他求婚,很浪漫 我打算照辦一碗 訂一間酒店房來跟他求婚 好 好,那有什麼想我們幫忙呢? 當然想各位兄弟幫幫忙 好好地佈置房間 佈置得很浪漫地等我求婚 沒問題 乾杯 不如入藍壁了 房間很棒 還說有露台在海 全家老公 我才可以超抵駕 這間海景套房 其實你明天才求婚 不如今晚呢? 這間酒店房給我 我想跟Mia歸一晚 當然不行 要不然你們不肯請我旁邊 日常幫忙 我也不用多訂房來佈置 自私 關不得先生 你覺得我們這麼辛苦 佈置完房 讓你和Mia過一晚之後 還能安靜嗎? 你猜嗎? 愛你們收起你的口水 發揮你們的創意小宇 就去佈置吧 這裡有這麼多東西 我怕弄到半夜都還沒問題 快點吧 好… 好緊張 你以為Elaine會不會去沖椅嗎? 一定吧 畢竟這個布置 是網上女人 十大夢魅以求求婚酒店房 佈置的第一名 你一定吧 既然你說得Elaine這麼恨價 你求婚一定會犯人的 沒錯 這只不過是 Icing Sonic Cake感上天花 最主要是他恨價嘛 好, 記得去前台跟我們說 不要整理房子 不然會弄亂點東西 我說過了 稍後我還會掛上 請勿騷擾牌在門口 既然萬事俱疲 我們祝你求婚成功 謝謝 Vivy, 你回來了 Husby, 你終於回來了嗎? 對, 又沒東西吃 你還沒吃飯嗎? 沒時間吃 先吃蘋果吧 謝謝 其實你最近 經常跟Peter他們神神秘秘 出去了, 究竟要搞什麼 而且, 今晚搞到連飯 你都沒有吃回來 本來Andy叫我幫你保守秘密 不如今晚都搞定了 也不怕我告訴你 Andy打算跟Elaine求婚 Andy打算跟Elaine求婚? 對, 剛剛就是幫你在酒店 報紙的房子也搞得這麼晚 為什麼你不早點跟我說 早說遲說有關係嗎? 其實Elaine還沒準備好 要跟Andy結婚 所以Andy這樣做是很困難的 Andy告訴我們 Elaine連環暗示她想跟她結婚 所以Andy的傢伙 這麼有把握 很明顯你的兄弟聰明 認錯了 Elaine親口跟我們說 她說現階段也不想跟Andy結婚 還問我們怎麼辦 對不對? 還是跟Elaine說話 不要 好, 始終都是別人的事 雖則Elaine可能說過不想 但你不可以排除 Andy求婚的時候很有誠意 說不定感動了Elaine 到時候就會打給我 這個可能性不是說沒有 但就微一點 無論如何 總之別人的事, 別人自己最清楚 我們不要干預太多 你千萬不要像Rebekah那樣 專門管別人的事 甚至破壞別人 知道了 Andy打算怎麼求婚 可以說了吧 他打算在一間酒店房裡 靜靜地浪漫地向Elaine求婚 好, 兩個人 就算Elaine拒絕Andy Andy也沒那麼懶惰 你別走人才行 說不定會成功 有時候女人真是口是生非 那就祝Andy好運吧 我可以不是你第一個喜歡的人 可以不是你第一個拖手的人 但我希望在你不開心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你想傾訴的人 在你快樂的時候 我是第一個你可以分享的人 Elaine, 請你嫁給我 好, Elaine還有一群人才到 希望我一會兒也順順地來 Peter Peter, Elaine還沒到 但我很緊張 放鬆 你說得Elaine那麼恨嫁 你一定會碰的 我陪阿Mia在看電影 不說了 Ivan, 我稍後跟Elaine求婚 我很緊張 放鬆 你說得Elaine那麼恨嫁 你一定會碰的 我陪阿Mia在看霸雷舞 不說了 阿Mia在看霸雷舞 一個個臭小子也沒有義氣 顧著陪女友 阿公應該不會這樣對我 好嗎? Andy, 怎麼樣? 阿公, 我稍後要跟Elaine求婚 我一輩子第一次求婚 我真的很緊張 不用緊張 我幫你準備那份求婚誓詞 你背好了沒有? 我背得很熟 不過怕待會吃螺絲 不用怕, 給自己一點信心 有我幫你準備那份求婚誓詞 再加上那個超級無敵 大海景的霸台酒店房間 你一定可以感動到Elaine 謝謝你這麼支持我 如果和Elaine求婚成功的話 我可以和她一起看夜景 如果求婚失敗 霸台也不會沒用的 什麼意思? 如果求婚失敗 我就沒有面目見沙麻 我就會在霸台那裡… Andy收不到, 你再說一次? Elaine差不多到了 不跟你說了 希望明天你不會在報紙頭條見到我 好, 再見 你再說一次 Mollyon 最近那些報紙頭條寫什麼? 很久沒看報紙了 手機新聞剛出發的一條就是 有個男人為情自殺在霸台上跳樓 我想問到你一次 你是不是肯定Elaine說過 不會答應Andy求婚? 我向來都是這麼說的 只是你覺得Elaine有可能會答應 我覺得不可能 那我要阻止Andy求婚才行 你不是叫我沒那麼多事 不像Rebekah那樣嗎? 你現在幹什麼? 剛才Andy打電話來跟我說 如果她求婚不成功的話 她可能會跳樓 不是吧? 是的, 她這麼重視Elaine 我怕她會做傻事 打電話給Elaine叫她去酒店 我先打電話給她 而你的電話打不痛? Andy也不接電話 那怎麼辦? 那唯有靠我們 Andy, 其實你的肚子不舒服 在樓下Lokby的廁所去就行了 幹嘛要去你的朋友的房間打擾人 那酒店房的廁所怎麼都乾淨 比大堂好一點 而且不用害人 但是為什麼你會有別人 在酒店房的房卡? 我真的很痛, 去進房間再說 為什麼Dulotte的牌子不見了?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沒有人? 對了, 不知道去哪裡了 你不是外胎了嗎?快去吧 是呀, 肚痛 你們酒店怎麼工作? 為什麼我房間的求婚沒了? 對不起, 劉先生 是我們的職員失誤 以為你退了房間 所以幫你修了房間 但是你的物品我們沒丟到 可以全部還給你 那又有什麼用? 今晚是我精心設計 你和女朋友的求婚 你怎麼還給我? 劉先生, 真是很對不起 現在說對不起有什麼用? 總之我以後 都不會再光顧你這間酒店 劉先生 謝謝你, 林經理 要你臨時臨急 叫同事走到我朋友的房間 撿走那些求婚報紙 還搞得你被他罵 不要緊 那個女生也不想嫁給他 他求你也沒用了 這些事我們酒店經常發生 我處理習慣了 辛苦你了 欠秘一個人情 別說 這次阻礙了Andy 但是下次未必會阻礙 我知道 不過這些事 我真的不方便直接插手處理 要不然這樣 你發個訊息給Eling 叫他自己直接跟Andy說清楚 不要再有什麼誤會了 好 好 Andy, 你的肚子還有沒有事嗎 沒有 你知不知道 剛才你古古怪怪的帶我去酒店房 我還以為你想求婚 怎麼會 幸好你沒有 我也沒打算這麼快結婚 為什麼 我覺得自己還這麼小 結婚對我來說實在太大責任了 我還想享受一下拍拖的生活 還有我想揹個大背囊去歐洲旅行 還想環遊世界 如果有了家庭的話 那就沒得去 我說得這麼快 他這次不會不明白 原來Eling還沒想結婚 之前我一直搞錯了 幸好這次求婚不成 不然就醜了 其實我也還沒想結婚 我們這間拍拖也不錯 Andy 阿恭, 我剛剛送了Eling上的士 原來他不是恨嫁的 是我自己弄錯了 幸好酒店出錯 我求不成婚 不然就真是乳包 那也算是錯有錯著 但是你千萬不要因為求婚不成功 而在酒店房裡做什麼傻事 我做什麼傻事 你之前不是跟我說過 如果求婚失敗的話 你又沒面子見三馬 那又可能我這個露台不知道做什麼 你不是說要跳樓自殺嗎 我是說如果求婚失敗 我可以在露台大聲說髒話 不過我怕送報紙頭條 被人當我瘋了 原來是這樣嗎? 不是可以怎麼樣? 你沒事就最好了 放心, 我沒事 我會喜歡 你不會開窗 我會不會開窗 你自己變成了